嗨,大家好 我是急速汉语卢旭峰 上一节我们讲了如何能够提升记忆效率 那是理论层面的 这节课来介绍一个实用的方法 叫做记忆宫殿 相信对记忆力培训这个行业有所了解的人 都对这个方法不会太陌生 对其效果也是褒贬不一 我个人认为 这个方法对于语言学科来说 还是很有效的 但仅有方法 没有针对性的教材 要靠学生自己去发挥 难度极大 我们先说一下什么是记忆宫殿 这个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 一度在教会中广泛使用 后来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将其带到中国 此人是明朝万历年间 1582年来华传教 最后死在中国 再华一共17年 那时正是明末闭关锁国的时期 他负责的耶稣会 却在中国建立起四个传教点 发展教徒2000多人 并深受皇帝及师大夫的尊重 他能取得上述成就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他很好的掌握 并能熟练应用汉语 利玛窦是在1582年8月抵达澳门的 那时还对汉语一窍不同 三年后他就可以不用翻译 和中国人直接交谈 但那时他还不认识汉字 从1586到1592年期间 他一直忙于在各地传道 汉语基本没有进步 1593年 他接到了一个任务 要他翻译四书 于是他请了一个老师 每天叫他两小时 1595年 他的第一本中文著作 《交友论》发表 之后一年时间内 陆续创作了13部作品 并且和中国的学士辩论 他利用儒家学说 让在场的所有人幸福 基督教教义是符合中国古代 一切优秀传统的 这份学习能力放到今天 就是妥妥的学霸二次方了 1595年 在南昌的一次宴会上 利玛窦让世人在纸上 随意写下大量的汉字 他看了一遍 就能按他们书写的顺序背诵下来 然后又从后向前倒背一遍 这种技艺才能 使在座的文人世子木瞪口呆 许多人请求他传授这种技巧 于是他编写了《西国记法》一书 向中国人介绍这种神奇的记忆法 这个方法要求人们 对于要记住的每一项事物 都赋予一个形象 然后把它们按顺序放到大脑中 自己最熟悉的房间里 需要调用它时迅速回忆 找到安放的位置 换起形象 从而想起需要的信息 根据我们前几课所学的知识 可以知道 这其实就是一种将知识链 快速绑定到记忆节的方法 利马都说 这种记忆宫殿体系 好像专门是为中文字符发明的 对于汉字它特别有效 那么是不是如他所说的这么神奇呢 我们做过实验 打开一张报纸 随意找出其中的一列 看30秒 然后去做其他事 15分钟后 也就是在第一次记忆消退之后 再来测试 看看还记得多少 这里一共16个字 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试一下 15分钟后还记得几个 我们发现要想用好这个方法 需要有非常强悍的发散性思维 能够为任意两个毫无关联的字 找出关系 比方说这个例子中 评书国从中念调资 这几个字就非常好记 因为可以非常容易地联想到 习近平总书记打开国书 从中念到要调整工资 可是前面那半段 党民总权 历程强产 就很难在30秒内 联想到合适的内容 由此可见 记忆供电这个方法 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关键是 绝大多数人的脑洞都不够大 无法把看到的东西 迅速串起来 就好像我们常惊叹 别人画的思维导图 真是简单易懂 可是当我们自己画的时候 却毫无头绪 因此 记忆线索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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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极速汉语如何帮助学生 创建记忆线索 我们将在第四个系列的 课程中讲解 今天的背景图 是在菲律宾阿拉旺 宫主港的一处教堂拍摄的 可惜一直没有机会 去参观国外的宫殿 故宫里又不让拍照 就只好拿教堂来凑数了 好了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 欢迎给我留言 我们下次课再见